好 接着我们来连线一下东正期货的周冰庆 且来介绍一下国内主要期货交易品种的情况 你好 冰庆 早上好 昨天指数是迎来了一个比较大幅的反弹 午前拉伸并且在午后是继续保持强势 版面上来看的话像地产基建和航空航天这些板块是涨幅居前的 上阵指数也是一举收复了3000点的大关 那么随着2015年年度的GDP以及工业增加值这些重要数据的公布 经济增长下行的靴子落地 并没有一个超预期的情况发生 可以说短期的利空有所出境 在空头洞有所拆减的情况下 预计指数短期还是继续会有一个修复性的反弹需求 大多商品方面的话 昨天各品种也是几乎全线上涨 反弹幅度居前的是化工品各板块 以塑料为首 昨天大涨4% 其他的像PTA PVC 聚饼锡这些品种也有较大的涨幅 基本金属以及铭胶钢的涨幅也均在1%以上 对于化工品而言 目前的供需的基本面一直是积累着两方面的潜在的反弹动能 首先一方面是聚集厅产业链始终是维持着低库存的运作 近期随着下游厂商开始一个节前备货的阶段 部分地区的货源偏紧刺激了期货市场上的作多氛围 另外一方面也是由于之前化工品的期货价格是长期的相对于现货价格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贴水 那么机差修复的动能也是成为了聚系厅期价本轮上涨的支撑因素 最后关注贵金属方面 在昨天中国GDP数据公布之后 金价一度是受到提振冲高来测试阻力位 但是最终并没有一个形成有效的突破 美元指数是从反上行的轨道市场风险情绪回归 打压了黄金的避险买盘的需求 但是我们看到继Commerce黄金持仓近多头增长之后 本周SPDI黄金ETF也是呈现一个持续流入的状态 总持有量目前已经是攀升到12月初以来的最高的水平 那么避险需求的降温并没有完全消除金价的下方的支撑 目前美黄金是暴在1088.2美元每盎司的阳光